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肾结石都攻破了 吓着我 糖尿病你就得少吃糖 跑度拉锡能扛你就扛扛 实在不行换个肾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前列腺炎是普遍现象 得了日闯该拉就拉 后肌腺炎你就脑脑 你脑子要碎半拉 缝两针还能合上 去你 什么烂体八糟的 这种病都让我得了 我就是一个笼统的概括 我用得着你给我概括 反正你是得病了 怎么我就得病了 肾病 你有病 你才有病 你有病 你给自己想个病 我疯了 自己给自己想一病吧 你肯定有病 谁说的 对了 你痔疮 痔疮吧 痔疮别往这指 我跟你说 慢说没有 有也死不了人 死不了人 对 那不行 不行像话吗 对了 您的主要毛病 身体太虚 这对吗 说这么一大套话 就这句在点上 激劳成疾 我平常工作太累 就这样能不死吗 这就死啊 非死不可 大伙看看 看看 看看这 就整个这脸型 这脸型怎么 你看这脸长的 跟那个自行车的车座子似的 您就说我瘦就得了 你看眼睛 那这俩大眼珠子 眼睛怎么了 跟铃铛盖似的 车座子上绑俩铃铛盖啊 那好看吗 那个 眼睛大 眼睛大那是优点 什么又不是 什么大呀 您不是眼睛大 那是 您是其他地儿都抽抽了 把眼睛显出来了 您这是一种罕见的综合症啊 我这叫什么呀 医学上全称啊 您属于是全身各部位萎缩大脑抽抽病 你走吧 走吧 根本就没听说过有这种病 你看你看 您放心 我不跟别人说 你这就没少说 您今儿碰上我 你糟糕了 遇见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咱有熟人哪 啊 有的是熟人 哪有熟人哪 火葬场 火葬场 哎 到火葬场咱这儿 平汤 就您这个名气 加上我这个人脉 到了那儿 别的不敢说 保证你 头一个儿烧你 我怎么没讲说我占便宜了呀 骨灰 都是你自个儿的 热热乎乎的 全都走 哦 知道您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您那个小闺女 我有个女儿 九大岁数了 两岁半 多可爱啊 交给我 你踏实都你的 啊 我就单身一人 我这人还不住男性女 你别看你生的是女孩 我真不在乎这个 我在乎 你呀别说了 您这一大套话这都有根据吗 我有证明人哪 谁能给你证明啊 有一个相声演员 叫 施圣洁认识吗 就在底下坐着呢 这位跟您什么关系 这是我老师 他能胡说八道吗 那倒是不能 完了 施圣洁请口说的 怎么说的呀 刚才带在大门口 施圣洁跟一人聊天 嘴里提着李晶 提你名字了 哦 手指跟人比划 怎么比划的 就这手势 这手势让你瞎见了 嗯 这能说明我得病了吗 这多明白还看不出来 这说明什么呀 这意思啊 李晶病了 也就剩四天三小时零二秒钟 啊 我这就要完呢 属于倒计时阶段 行了啊 你啊别说了 这手势是有 不是像你想的那份意思 不用解释 你什么解释啊 李老师 我又来一位 你好 啊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 不不 你 不不 干嘛干嘛 干嘛呢你 我找聊会儿天 别别聊 聊什么天啊 聊什么天啊 怎么了 这李老师现在时间多宝贵 嗯 活一活是一活 说不准这大班就死这儿了 病情这么严重 这说死就死 是啊 病态你啊 你赶紧找这些 我告诉你说 你啊 享受最后的 你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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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给我待会儿 哎不是 我告诉你你这人啊 去去去去去 闭嘴啊闭嘴 你怎么胡说八道的你 这什么乱七八道的就是 李老师得病 得什么病 还是得痔症 让各位看看 这脸色像得痔症的吗 去 你都上下不分哪 你说完了 你走了 这对李老师影响多不好 影响多恶劣 这李老师心里高兴得了吗 我高兴得了吗 痛快得了吗 痛快得了吗 幸福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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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孕得了吗 怀孕得了 去 本来我也怀不了怨 这怀不了怨是病 该治您可得治 你知道吗 你跟这干上的是怎么着 这都不像话 说的都是什么呀 甭跟他聊天 咱俩聊会儿 这人看着就可气了 咱俩聊会儿 多可气呀 最近怎么老没瞧见您呢 你怎么也问这个呀 我休假去了 对 对 就这么说 咬住了牙 现在对外一直这么说呢吧 跟谁我都这么说呀 对 休了多长时间 撒月 合适啊 撒月合适 一般教养撒月都说休假去了 等会儿吧 认识什么的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好又来一位 谁告诉你我教养去了 您就甭跟我藏着掖着的了 啊 大家伙都知道了 知道什么呀 李静逮起来了 我就逮起来了 还用说吗 因为什么逮起来呀 李静 什么坏事没干过 我干过什么坏事 上厕所不关门 带老太太挑大神 我 撅老头拐棍 绑架外星人 你瞧我这能耐 侵犯妇女 拐卖儿童 阻止楼价下调影响世界和平 我比恐怖分子都厉害 最可恨的 见钱眼开 瞧不得别人好 是啊 有一主持人 谁 叫纳薇 那胖子 人买了一大花裤衩 人纳薇打个T分的功夫 就让李静给偷走了 我要纳薇那裤衩我穿得了吗 你改背心啊 这 有那么改的吗 最近流行的苹果手机 别人都有 他没钱买 改抢了 抢手机 那警察还不给逮起来 逮 李静可不是一般的玩意儿 我什么玩意儿啊 你不是玩意儿 你才不是玩意儿的 李静长那模样 俩大眼珠子瞪着 这典型的绿豆营转世 癞蛤蟆投胎 你别说了 眼睛大就绿豆营转世 癞蛤蟆投胎啊 我那是全身萎缩都 走走走走 你别圆呀 这模样不好逮啊 为了逮他派出多少警力啊 什么军警特警便衣特工 乌警保安地方的民兵 派出所的护积警 公安局的勤杂工 退了休的老警察 梨子直的大武生 这武生也出动逮我 不会两下的逮得住你吗 那也用不着人戏举戒的 得亏接到那六个老太太 要不你早就跑了 霍晨六个老太太好大能耐啊 我过去这六老太太以前是刀马蛋 你再原因我抽你啊 这都是有根据 你别说了别说了 你这话有根据吗 有根据吗 我有证明人 谁能给你证明 相声演员施盛杰 你也提施先生 施先生怎么证明这事呢 刚才在咱们店上台门口 他跟人聊点话 嘴里还提着你名字 手里还比划着呢 怎么比划的 也是这首事 这首事能说明我判了吗 还说明不了呢 说的多明白呀 这说明什么呀 说李精 偷了四万 判了三年 缓刑俩月 哎呀 这二位真是胡作 你不明白了吧 他这儿判了 不偷了呀四万块钱 你不要死了 他偷了四万块钱 这三年 你先别想一下 你先别想一下 缓刑不明白 他就不判了四万块钱 这怎么回事 这比赛的你们知道不知道 哎呦呦呦呦 你不知道吧 什么事 你还没听说呢 怎么了 说下面的李精 认识吗 听说过 出事儿了 出事儿了 哎 各位怎么兴灾若祸呀 出什么事儿了 病了 要死了 不是 判了 得起来了 这不胡说八道吗 啊 各位 这个社会上啊 就有这种人 友谊呀就敢说仨 这哪个事儿啊 你说李精怎么着 得起来了 判了 你说李精 要玩了 胡说八道 三个月没演出 李精干什么去了 我知道 他干什么去了 啊 休假去了 嘿 可遇见移民媚人 啊 你生虚二位 不是 他呀 那边两个人 拿起的就多 哎 我以为是他们俩的 没少吃蒜吧 发生 不是 我爱跟您聊天 哎 哎 找这意思 这位好像不太认识啊 说像是那李精你认识吗 李精 听说过 不认识 你们俩听听 啊 人家都不认识李精 愣知道他休假去了 哎 你们俩还认识 跟这儿胡说八道 这 有意啊这俩说 就是 哎 我爱听您说话 真的 哎 您说这个李精休假这事 谁跟您说的呀 这事啊 啊 干嘛 干嘛我问问 问问 啊 问清楚了呢 然后世界传去 我可不是那种人 有意就说仨 不不不 我就好奇 就打算知道这事 哎 但是你得向我保证 保证什么 不许传去 我保证不传呢 因为我向人家保证过 哦 好吧 是是是 那您说说 你问什么呀 就李精休假这事啊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事我怎么知道呢 啊 你就直当李精啊 在监狱里病死 就完了 是 这比这俩都缺得 啊 得合一块说了 不是你的意思呢 不是你听谁说的呀 他休假这事 这事我听谁说的 啊 哼 这事啊 不你要急死我呀 我是听李精的媳妇说的 哈哈哈哈 别聊了 有意外收获呀 听李精的媳妇说的 李精的媳妇跟我说的 那得聊聊了 啊 他媳妇怎么跟你说的 他媳妇啊 啊 他媳妇这么跟我说的 你说 实际上李精啊 没打算休假去 哦 那可他可出去了 他媳妇给他支出去的 这我可费解了 哈哈 各位都明白了 你费解了 我这李精啊 不想出去 没打算出去 他媳妇愣给支出去的 对 这到底在哪儿啊 非让我说呀 啊 你说呀 可别上外边传去啊 啊啊 李精的媳妇这人呐 喂 您说不说呀 李精的媳妇这人呐 怎么说呢 不检点 哦 搞外遇了 哎 看上你老头 还老头 真好啊 这老头 精神 是吧 老头 中等身材 哎 冲您这么一笔活 这也不是中等身材 哎 这不小矮个儿吗 年轻的时候啊 这上年纪有点抽抽 哎 抽抽太多了 哥 长得瘦 哦 刀条脸 是啊 最漂亮的两只大眼睛 这李精 这么岁数大了不也这模样嘛 人老头有绝活 什么绝活啊 会唱快把 李精唱得也好着呢 人老头有自己的节目啊 什么段子呀 齐齐白舞团 声音浑厚 哦 在1953年 行行行 别唱了 别唱了 声音 打远 这您打手背上了啊 李精也会这个 新节目李精的不行 哪段啊 人老头还会唱人间真情 这李精也会 传统的武松打电 那快板演员的大部分都行 不是你先等一会儿吧 这老头七十来岁了 嗯 浑厚的声音 浑厚 会唱武松打电 对 齐齐白虎团 人间真情 你说的这不是唱快板那 梁厚明梁先生吧 带着你的 哇 他还急了 梁厚明梁先生 啊 跟李精什么关系 师生关系啊 那是他快板的老师 对 李精的媳妇跟老师跑了 啊 像话吗 这事要传出去 李精还要脸吗 这就够巧的了 拿起来就说呀 这我说梁先生了 你是没说 你这意思不就是梁先生吗 梁先生多大岁数了 七十 老头七十七 哇 能不是梁先生吗 比梁先生还大七岁 别看大七岁啊 倒是出来你看不像七十七的 像多大的 七十六 啊 就少想一岁啊 少想一岁 别看七十多岁了 人家老头六十年前 人家也小子过 不就冲你这一句话 你只溜个枪子啊 什么呢 老头有钱呢 哦 有钱 乐意捣吃啊 哦 戴着金戒指 哦 箱子金牙 哦 金戒指金牙金项链 金头发丝金表带 脚里头垫了两双金鞋垫 挂嘴挂 嗯 这就要颤了是怎么着 这鞋垫都是黄金的 有钱 有钱也没这么花啊 李晶的媳妇看着老头了 哦 呃 再早先已经知出一回去了 上哪了 利比亚 哦 没想到李晶命大又回来了 哦 这次不知道知哪去了 哦 可能是西伯利亚 你啊 别说了 认识我吗 不认识 我就是李晶 我媳妇能跟老头跑了吗 这事你可千万别上外边说去啊 我跟谁说去啊 我自个儿给我自个儿说这事 您这话有根据吗 有根据啊 哎 等会儿 又瞧见施盛杰施先生了对吗 对 啊 电视台门口 施先生跟人聊天 提你名字了 啊 叫着李晶的名字啊 跟人家比划 对 就这首饰 你也知道 这首饰能说明我媳妇跟老头跑了吗 能说明啊 怎么说明啊 刚才我说老头多岁数了 老头七十七 你媳妇今年 我媳妇三十四了 那老头比你媳妇的 七十七减三十四 大四十三岁 大四十三岁 施先生跟人家说了 说什么呀 那老头啊 比李晶的媳妇啊 大四十三岁 哦 俩人般配 耶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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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是这么回事 行了行了行了 这首饰有 你媳妇啊 真假的 就是怕老头死了 你要死了 五分你 这仨人缺德不缺德啊 这仨人缺德不缺德啊 那首饰有 不是像你们想的那份意思 不是 这是什么意思 哎呀 施先生跟人家说呀 说这李晶玩牌太臭 上回斗地主的时候 四个三把俩猫带出去了 哦 真的 那就行了回事了 诺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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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 回来回来回来 你们仨干嘛去啊 接着传去啊 接着传去啊 才传呢 李玲和杨多杰 在青年相声演员当中啊 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了 很多老先生们 对于他们呀 都是给予了厚望 北京的观众朋友们 对于他们也是非常的熟悉 两个人合作表演的四大奇案 非常有看点 一起来欣赏 我好咱们本民族本土的东西 您好 曲艺啊 戏曲啊 哦 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 您想 平戏我就比较喜欢 喜欢平戏 花北第一大剧种 对对对 包括我自己比较喜欢 东北传过来这一路 哦 东北的 哎 大口烙子 是是 那东西唱起来高亢有力 头腔共鸣特别族 书九龙东 雪花儿飘 手最大 我呢 粉滑 你上 shepherd 你上 intercept祭 呀 衡 啊 哎 甲烙 鱼 你不能胡改八改 对 就我知道也是一个笑谈 这个以前的唐山老调的平戏团 改过这么一出戏 哪出 列宁在1918 外国的 好多朋友都知道 列宁平戏嘛 始约革命港城 国库紧张梁士孔 这只是其中一段 还一段大家不太熟悉 您介绍 改了一段生诞的对戏 对戏 瓦西里跟他媳妇两个人 坐在那唱这个生诞的对戏 这段对戏戏留下一句名言 哪个 面包会有的 牛奶会有的 一切都会有的 这一句 先是瓦西里的媳妇坐在这儿 瓦西里扶着她尖头 媳妇说 瓦西里 你看呢 咱家儿子又瘦了 瘦得跟蛆蛆似的了 吵头了 瓦西里 放心亲爱的 面包会有的 牛奶会有的 一切都会有的 把这给改了 什么改的 老调平戏 唐山音 唐山味 唐山曲 唐山字 哎呀 一颤起来可乐极了 而且她用的是 西路平戏的腔 那您给学学吧 一学学来可乐 你听这个 瓦西里的骑士在这儿 叫板 瓦西里 我哄你说 咱家儿子 可又瘦了 笨子 瓦西里 还听跟哑 丢不开放不下 我的心里的丑嘎嘎 你跟那列宁 去把东空打留下了 我 小弹梆 弄虫 念包子 那没人哪 难得 只再咱小儿子 整个拭疤了呀 人常说价是没有 国事大 你一定要多杀白菲 多力战功 百分数为爱 少了再会 就这个 这也推浅了这个 这个是平戏 包括京剧帮子我也喜欢 也爱 但你说我个人最喜欢的 那是 北京曲剧 咱们地方的 北京曲剧是咱们北京唯一的地方戏 对 据我所知 全国现在能唱这个剧种的 活着的站在舞台上的 不超过70个人 就这么少 我 70分之一 今天 我决定在这儿 现演一次 知道吗 现演一次 这您得来两次 来一个对 但是来咱们就得来那个好的 好的 来那个经典的 是 清朝有个四大一案你知道吗 清末 齐案的 其中最有名的也是北京市曲剧团演的 看家戏 哪个 杨乃武 俺的小白菜 怎么还有英文呢这里 对 这跟世界接轨 杨乃武 俺的小白菜 罗米尔 俺的朱莉 梁山博 俺的朱英台 是吗 这你不用管 这东西 咱们今天就唱一唱这个 好不好 杨乃武 俺的小白菜 好啊 这个 您配合一下 还有我呀 对对对 那我不会呀 没关系 我交给你 交给我 特别简单 咱们唱第四场 叫《花听夜审》 这什么剧情 说的是这个脏关刘西彤啊 逼着这个杨乃武言行讨打 让他写这个供词 说他跟小白菜有染 知道吗 咱们俩就分一分角色 我就来这个杨乃武 你就来这个脏关刘西彤 知道吗 你就一句台词 一句 我头老唱六句散板 你这说一句 杨乃武你招还时不招 我接着往下唱流水版 结束game over 好不好 你能不说英文了吗 这个 欧夜 好吧 行 就这一句啊 这能来吧 行啊 可以是 杨乃武招还时不招 对对对 就可以了 没问题 但是你别着急 你知道这辙杨乃武写状啊 花听夜审呢 对 重要道具 重要道具 状指 你得给我找一状指 撞指啊 对 这容易 后台拿一个不得了吗 Stop here 后台拿一个不得了吗 后台拿一个不得了吗 撞指 撞指 杨乃武写状 生命力啊 哦 得有生命力啊 你还得演张纸 知道吗 不是 这都不是人话 我演张纸 模拟吗 模拟吗 戏剧里头有模拟 你知道吗 就是我说 照照照 你哭叉 你就趴着 对 对 明白吗 明白吗 我 我就趴着 对 当时趴着 就 镜头就扫不着你了 对 你就来飞机制 卡 或者这有难度了这个 这成吗 得 就为了配合你 你先来这姿势 我先看看 来 走一个 走一个 来 走 走 走 哎 你再站住 这点意思 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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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好了 这我就可以听 这就好了 为了观众 对不对 得得得 大伙爱听就行 哎呀 撒下人家 人间全是爱嘛 对不对 行行行 来了啊 来 先唱这六句三版 六句三版 嗯 县志愿 插 乡 屎 simplement 这个节 price pants 为什么 这么多 有人踏平坎坷路 杨乃武我今何惧 他鬼没前途 为报仇者三分七必须留得住 我只得战保姓名人减负 杨乃武 你召唤是不召 不 召 召 召 这个姿势特别好 我给你们解释一下 真是有力学原理 你首先你胳膊你得支得住 你没劲不行 你没有说这加一根杆 你知道吗 腰得有力 腰马合一练过永春拳 脖子上也得有劲 你知道吗 这不行 我到这提上去 你们再看一下 特别好 来来来 变哥 差不多得了啊 少哥 这个世界 这个节目播出叫《动物世界》 多好 这是 动物世界 怎么着 您就唱吧 唱啊 这都不容易了 来来来来 五 唱 唱 唱 首先先介绍一下剧情嘛 好不好 这个 慈禧太后出生那年开始说起 这个慈禧 来来来 来 先生吧 怎么了 慈禧太后出生那年 那一百多年呢还得 这等不了这个 绝着呢 知道吗 说到这你都臭了哈 我想一个啊 这个 行 行 来吧 来啊 来来来 五 唱 唱 唱 对了 我再说一下小白摊 小白摊里面是不错的 为什么讲得漂亮呢 叫小白摊 叫小撇里面算毁了 你知道吗 哎 好看起 哈 花儿 没有疙瘩头吗 这里的 辣心太后 走着来了 周春 闭得乱七八糟 最耐 你知道吗 咱你说咸菜来了吗 这 这 这 串 说剧情 对 剧情 来来来来 绝着呢 来来来来 来来来 人见夫 杨戴武 你招还什么招 不 招 招 招 这个小伙子呀 长得就像个三观 你知道吗 我找他演呐 等 等 等 不用您介绍我了 您就来这戏就行了 直接唱是吧 就直接唱吧 你这人太麻烦了 你说我跟观众聊一会儿 好玩上回电视 来来来 人见夫 杨戴武 你招还什么招 不 招 招 招 三寸主管紧握住这催命的 共丹地平湖 这真是受的寒冤有苦也无处 素质罗得 共丹地平湖 其家园铁老母们一家大肖 骨肉分离 再半途 直到生死林头 处我一条 妙即来相处 笔下苍风流 省路人 不 张鞋 诸 曾儿立根儿落根儿 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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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非 并非 其 富 我在一颗斗纹花工上写着四个大字 七 大 双 走 我阳乃乌 到来日 冤得山庄的宿拿少 是从则图定将这藏官 他的性命来出的里根 您这是四大七啊 我这是李林宰阳 别说 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北京时间APP 点击首页社区位置 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想看谁啊 您做主 告诉我们您喜欢的演员 或者想看到的作品 我们将根据大家的推荐 在近期节目当中为您安排播出 您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的APP 搜索并关注我们的笑动剧场 让我们每天开心 乐不停 贾旭明儿和李京 近几年也是在我们喜剧界 真的是大有作为 连续登上了各大电视台的节目 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相声相结合 他们已经找到了 适合自己表演的风格 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下 他们的作品 叫做《心学满语》 谢谢 谢谢 谢谢您热情的掌声 是 真是太热情了 嗯 再热情一点我也能接受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参加咱们 喜剧幽默大赛的演出 对 我相信 今天有朋友能够有认识我的吧 是啊 都是通过什么途径认识我的 我得告诉你一事 您说 因为我是一名专家 谢谢 你看有人理你嘛 啊 习惯了 哎呀 这人要没羞没臊 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 我就是一名专家 您是专家 对对 我专家 您贵姓啊 姓贾呀 贾专家 听听听听 听听听 我就是我就是我 行了 行了 别美了 您是研究什么方面的专家呀 哎呦 说出我这个研究方向来 我相信朋友们一定会非常的感兴趣 是吗 我是一名研究满足文化的专家 满足文化 对 哎呀 这个很冷门啊 您有什么成果没有啊 就是经我研究发现 只要我站在这个舞台上 有人热烈鼓掌 我就很满足 我研究的成果呀 确认了啊 真是没羞没臊啊 一鼓掌你就要很满足 对对对对 那你要是吃饱了饭 满足 睡够了觉 满足 挣够了钱 满足 挨顿揍 满 什么还挨顿揍的 挨顿揍怎么回事啊 揍你个没羞没丧 您就研究这个呀 怎么着 你要真研究得是那民族的族 满族文化 哦 那个满族 研究了吗 我也略有涉猎呀 你还真问不短 对对对 那这方面有什么成果您说说 这个研究成果也非常的好啊 就是经过研究发现 满族人都爱笑 是吗 这我还真没注意啊 满族人都爱笑 有个成语就充分地证明了呀 什么成语 满面笑容 这句成语怎么讲呢 就是满族人的脸上 永远洋溢着笑容 好好好 就这么个意思 我研究的 这是您研究的 还有个词 叫满面红光 这怎么讲 这是说满族人身体好啊 满族人的脸上 永远洋溢着红色的光芒 好好好 那满城风雨 这就是说满族人住那地方 爱刮风和下雨 满腹疑团 就是满族人都爱吃 他阿姨做的饭团 什么烂七八糟的 这都跟满族没关系啊 没关系吗 没关系 没关系 这叫什么话呀 没关系跟你说点有关系的 您说呀 今天来了很多北京的朋友 就是经过研究发现 满族人说的话 满族人说的话 满语跟北京话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联系吗 那当然了 你想想 这两种文化一起交织了三百年 能没联系吗 你要这么一说 还有点道理 是吧 您给具体讲讲 想听我具体讲讲 想啊 想向我学习一下 对对对 好好好 行 我今天可以教你 但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来 给我磕一个头 当着大伙面拜我为师 我就教你 来 掌声欢迎一下 收个徒弟 来 来 来 磕一个 来 来 来 别鼓掌 别鼓掌 怎么说 我给你磕一个 凭什么呀 我告诉你啊 让我拜你为师 我用我们一句北京话回答你 哪句呀 姥姥 怎么还有点出言不逊的意思呢 怎么了 虽然你说话如此没有礼貌 但是我一点都不怪你 确实没修没撒 我还要给你讲点道理出来 您说 你刚才说那个姥姥是哪儿的话 北京话 错了 这个姥姥啊 它是满玉转变过的 不能 姥姥是北京话 怎么证明 我姥姥就老说姥姥 其实姥姥就说老说姥姥 对 他就是北京话 那我问你 这个姥姥刚才你冲我说那个时候 是什么意思呀 多少有点骂街的意思 多少有点骂街的意思 也就是说 你每回一跟别人吵架 想骂街的时候 就派你姥姥出去骂去呗 你姥姥骂街特别厉害 叫骂街办的主任 哪有这么个单位 是不是 反正这句是北京话 错了 这句可是满语 老了转变过来的 什么 老了 老了 这老了是什么意思 这老了呀 就说这人笨蛋 什么都不成 你老了 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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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演变过来的 演变过来的 行行行 我呀也不跟你掰扯了 掰扯 掰扯也是满语 掰扯也是满语 掰扯笔 掰扯笔 满语掰扯笔 什么意思呢 辩解辩说的意思 掰扯笔 掰扯笔 掰扯咱俩比一比 掰扯 掰扯就成掰扯了 就这么就变成掰扯了 掰扯笔 行行行 我说不过你 我认怂 认怂 怂 怂 怂也是满语呀 怂也是满语 怂也是满语 满语的怂蒙笔 怂蒙笔 怂蒙笔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呀 这个人特别好哭 就是他爱哭 所以就怂 怂蒙笔 怂蒙笔 人怂 这么个怂 您瞧了吗 会两句满语 把它嘚瑟的 嘚瑟 嘚瑟也是满语 我就知道有这句 这嘚瑟怎么是满语呀 嘚瑟伦笔 嘚瑟伦笔呀 满语 嘚瑟伦笔 哦 就是说人极度有张力的感觉 嘚瑟伦笔 嘚瑟伦笔 嘚瑟就过来了 哦 这么个嘚瑟 好 还有那什么 嗯 嘚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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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糊弄 喝 撒起码 嗯 都是满语 哦 这都是满语 你看 撒起码 都是满语 撒起码有时候乐了 都吃过 是是是是 这都是满语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是吧 对对对 哎 行 今儿我也高兴 怎么着 我跟你再多讲一点 可以啊 行 还想学是吧 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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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学呢 那就得按照刚才那规矩来一下 你得叫我成师傅 然后呢 磕磕头 我就可以继续教你 哎呀 这位是徒弟迷 这位 行不行 你干嘛老想收徒弟 我这玩 你 你 我告诉你啊 我这学能那可以 这拜师就算了 哎 不拜 不拜 我有老师 不拜 这么着 教你点简单的得了 什么简单啊 我教你点那个 哎 两个满族人见面 行礼再说话 那可以 这可以吧 可以可以 特别简单 哎 这个两个满族人见面 都行请安礼 那是老礼 是吧 电视里都见过 是 要说什么话呢 咱们请完安之后呢 我就叫你一声阿哥 您称呼我阿哥 对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公子哥的意思呀 公子哥叫阿哥 对 那我怎么回答您呢 你叫我一声阿玛 哎 咱们就 您先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 别的不知道 这我可懂 阿玛是爸爸 可以呀 咱们就这么叫 怎么可以呀 我也叫你阿哥 你也叫我阿哥 咱们互相称阿哥 好好好 那你打这边来 我打这边来 咱给大家请安 咱互相打一个招呼 可以可以 开始开始 哎呦 阿哥 阿哥 包一鼓不吉哥们儿好 听出来了 这位是东北的 哥们儿好啊 怎么还有哥们儿的事呢 我这是蛮语啊 这是在问你全家都好啊 这是问好的意思 问好的意思 那我怎么回答您呢 你就回答我哥们儿好 哥们儿好 哦 我这倒简单 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都挺好的 都挺好的意思 都挺好的意思 咱再来再来 再来再来 阿哥 阿哥 包一鼓不吉哥们儿好 哥们儿好 哥们儿好 别招呼我 哥们儿好 哥们儿好 你就剩哥们儿好是吧 我就会这么一句啊 不行不行 这会儿你得说另外一句了 我说什么 你得说恶魔西塞人 恶魔西塞人 恶魔 这是哪儿的人种啊 恶魔西塞 恶魔西塞人 你得说这是蛮语 这什么意思吧 就说太好了 太好了的意思 太好了 叫恶魔西塞人 对 恶魔西塞 可以可以 你别可以 可以哪儿行啊 你这几个词你 太好了 太好了 就是说非常高兴 非常幸福 你得说出这个感觉来 我得把这感觉说出来 感觉得说出来 恶魔西塞人 恶魔西塞人 对 你得再 再兴奋一点 你这不够意思 再兴奋一点 恶魔西塞人 恶魔西塞人 还可以再兴奋一点 再兴奋一点 我就照样的吧 就这样说 别老折腾我 再来来 再来 阿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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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胞一股不栖 Pence 兄朋友好 兄弟好 哥们好 ами塞人 Sultan 好 伯务西塞人 问我 好 回见 没有 等等 等等等等 别回见哪 怎么了 不是刚才你说那句 是什么意思 还没告诉我们呢 哦就那句啊 就是阿英 阿英 就是说疏子哥的意思 哦不不 这这我懂了 这我懂了 下边 下边 包一股不急哥们好 就是问你们全家都好 这我也明白 再往下 就是说你那个 太好了 太好了 我跟你说 就是这个噩梦西在人上边 哥们好 下边 您说的奔长那句 就是那句 那句什么意思 就是比Sindy Sovok 比什么意思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当你师父好不好 我回答的是 太好了 太好了 真的 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北京时间APP 点击首页社区位置 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想看谁呀 您做主 告诉我们您喜欢的演员 或者想看到的作品 我们将根据大家的推荐 在近期节目当中 为您安排播出 您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的APP 搜索并关注我们的笑动剧场 让我们每天开心 乐不停 吉祥如意是大家的老朋友 两个人的百变风格 为他们是拓宽了戏路 从传统段子到搞笑节目 都非常的游刃有余 在表演方面有不俗的造诣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节目 来感受一下他们的百变风格吧 特别讲究礼貌性的称呼和礼节 给大伙举个例子 离北京城20公里 有个地方叫通州 通州 通县 怎么着 这个地方称呼人值得一提 不是 您给说说 以前的通州啊 称呼人 习惯把人的排行搁在前边 姓氏搁在后边 两个人见面打招呼 一个高叫 一个高答应 一个爱叫 一个爱听 就是好听 听着还特别的优美 风土鸣情就这样 就那样 排行搁在前边 姓氏搁在后边 拿您举个例子 怎么着 您贵姓 我姓王 姓王 到那个地方 称您为二王 合理 我姓王 在家排行老二 二王 您这个二不仅仅是排行 那是 智商 智商干嘛呀 就是排行搁在前边 姓氏搁在后边 我可能说的比较平面 什么意思 好多人没听明白 我觉得咱俩可以给大家 立起来 怎么个立起来 表演一回呀 就是把这表演出来 行吗 可以呀 比方说咱俩现在就是通州人 就那人 在马路上 我在前面走 你在后边喊我 我一答应特别的高兴 我喊你 来一回 来一回 我姓张 你喊我 来 二张 不是 你这嘴里吃了蹦痘了 什么叫 多难叫 二张 马路上有这么喊人的吗 不是 那应该怎么叫 舞台上表演得有艺术性 你知道吗 拉长音 你得喊 二张 我回来 多好玩 拉长音 行不行 明白 再来一回 我姓张 你喊我 二张 我回来了 你强 我爱听 我爱静 我姓李 你喊我 二李 我回来了 你强 我爱听 我爱静 我姓舒 你喊我 二叔 我回来了 我爱听 我不爱叫 怎么意思这是 你跑这儿占便宜来了是吗 哪有占便宜这书啊 不是有姓舒的吗 大作家老舍 姓什么 姓老啊 没文化真可怕 老舍 原名 舒庆春 舒庆春 姓什么 那也有可能 父姓 舒庆 你叫王儒义 你父姓王儒 单字一个义 你哪那么都废话呀 讨厌 影视明星 舒奇 姓舒吧 对对对 不是占便宜 别多想 不是占便宜 不是占便宜 你怎么不喊我呀 你看那不要脸的面 我喊你你乐意吗 乐意 你看我这高兴劲 咱来一回 来一回 您姓王 二王 我回来了 挺好 您姓张 二张 我回来了 挺好 您姓沈 二婶 二婶 二叔二婶 你跑这配对来了是吗 你让大伙看看 娶这样一媳妇 也够糟心的 我也得嫁给你 我不乐意去 主要这不是占便宜 你想多了啊 不是有姓沈的吗 蒋沈寒阳 有没有姓沈的 全让我赶上了 主要是给大伙展示 通州这个地方 怎么称呼人 就那儿都风俗民情 这是礼节 各个地方都不一样 是啊 还有到咱们 离咱北京 一百三十五公里 哪儿啊 有个地方叫天津 天津位 称呼人有特点 那儿怎么称呼人呢 天津 称呼人 互相称之为爷 大马路上碰着了 互相称之为爷 比方说这位姓李 一称呼 哎呦 李爷 哇 抱拳攻守 姓张掩要 哎呦 赞掩 尤其是到了 清朝末年 民国初年 过年的时候 天津人行的一个 独特的礼节 什么礼节 磕头礼 啊 马路上见面了 啪地上就磕头 哎呦 这可是大礼啊 大礼 而且有特点 什么特点 抢着磕 干嘛抢着磕呀 过年图吉利啊 谁先磕谁能交好运发大财 就这么迷信 就为了这个 嗯 这礼节听着有点意思啊 可能大伙听着比较平面啊 咱们给大伙立起来 给大伙表演一回 来一回 抢着磕 抢着磕 来 来一回 哎呦 这不是王爷吗 这不是藏爷吗 过年岛没给你摆年强 我给你摆年 我给你磕一个 我给你磕 我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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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闹 我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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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都 我这都撩起来了你真 你没磕呀 你这腿太快你看 我这夸我就起来了我这个 傻实在 不是咱哥们关系怎么样 好啊 不许逗着玩嘛 开玩笑 主要是展示天津这个礼节 就那的礼节 到了清朝末年民国初年 北京城 礼节又不一样了 北京又变什么样了 北京人大气 行得里是请安打亲 这我电视剧里见过 就是俩人见面了 撞肩膀 对对对 撞肩膀 可能大伙听着比较 比较平面 听不懂 我们哥俩给大家立起来 我就知道是这一句 来回北京城的 来回这个 来回 这不是王先生吗 这不是张先生吗 给您请安 给您请安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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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这就是咱们北京城的礼节 懂了 他很可爱 懂了 您这最后 这是什么意思呀 请安打气嘛 斗闷子嘛 这打气就是打我呀 哥们关系怎么样 好啊 不许斗着玩嘛 开玩笑 主要展示北京城的礼节 各个地方礼节都不一样 是啊 这是咱们中国的 到了国外也不一样 国外什么样啊 欧美国家 欧美国家 欧美国家有一个独特的礼节 什么礼 亲吻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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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知道 谁点着你风骚穴了 风骚穴 不怎么我说亲吻礼 把你兴奋成这样来的呢 不是 这亲吻礼我知道 你 我给大伙说 你介绍介绍 这个亲吻礼啊 嗯 讲的是一个男的 嗯 和一个女的 哎呀 俩人啊 找一个计较尬栏 就俩人在那儿 喀一抱 嘴对着嘴就开始 你行了行了 哎呀好 好了好了 您这嘴里吃了蛤蟆了是吧 呱呱呱呱的 蛤蟆 你听说我在那儿吗 多含蓄 您那多奔放啊 不是亲吻礼吗 亲吻礼 不是亲嘴儿 你才把那大哥吓着了 你这 不是这不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了 啊 不同的人物关系亲吻的地方不一样 这么多讲究 当然 啊 比方说欧美国家 嗯嗯 俩绅士 啊 大老爷们碰上了马路上 啊 亲吻的是这双颊 哦 就是这塞帮子 哎 就是这地儿 哦 也挺有意思 咱俩可以给大伙表演一回 再给展示一回 比方说马路上 嗯 俩 欧美的猛男碰上了 哦 哦 我的朋友 嗯 不是 你瞎等会儿 你瞎 嗯 嗯嗯 嗯 不是 你嘴里怎么那么大味儿啊 嗯 你吃的什么呀 榴莲 噗 没事来吧 没事 不是 哦 我的朋友 味儿太大黑 不是别啊 不是不是太疼 哇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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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啊 噗 真咸 哎 哎 这就是朋友关系 亲吻的是这双颊 不同的人物关系 亲吻的地方不一样 啊 比方说夫妻两口子 才是您说的那个 哪个 嘴对着嘴 哦 哦 可能大伙这个不常看 啊 我给大伙表演一回 哦 我的福 哎哎哎 你干嘛去了 什么什么意思啊 干嘛呀 你来 观众想看吗 鼓掌啊 哎哎哎 召唤你呢 来来来 哦 我的福 我跟你说人家来一趟 北京才不容易啊 好 我们大伙都迫不及待了 味儿太大 快快点 哦 我的福 人 过来 过来 你先你先等会儿啊 那个 我看刚才那大哥乐得 最最最高兴了 对 怎么着要不然 您上来 你叫人家干嘛 啊 他就是觉得掌声不够热烈 没事儿 给他俩掌声能来 哦 我的夫人 别别别别 你等会儿 其实大伙都知道 嗯嗯 就是嘴对着嘴 对 大伙都知道 你要是让我真亲啊 嗯 我也觉得恶心 嗯 我还嫌味儿大呢 哎 但是有一个比这个浪漫 什么呀 那就是搞对象的时候 哦 搞对象 恋爱期间 啊 求婚的时候 嗯嗯 男士向女士求婚 啊 女士一伸手 亲吻一下他的手臂 这叫圣洁之吻 哦 哦 这大伙倒是见过 见过吗 见过 参加婚礼主持人 啊 婚礼主持 婚礼主持人一说 哦 这一文情定终身 哦 你瞧瞧 就这样啊 就那一文 来一回吧 这有点意思啊 这行不行啊 这可以啊 可以啊 咱分一下角色 嗯嗯 您来那个美丽的法国母郎 我 嗯 我再把你撕满了 女郎 我来那个未婚夫 哎呦 绅士 我过来啪 单膝跪地向你求婚 啊 你啪一伸手 我一亲 咱就算结束 哦 可以 行吧 可以 那您是女士 啊 您是不是刻画一下 哦 简单的刻画一下 啊 角色 行行行 我刻画一下 女士嘛 就得 魅气一点 是吧 哎呦 来了 矜持一点 这不是矜持吗 矜持一点 含蓄一点 你是个姑娘 好吧 姑娘 哦哦哦 再矜持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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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香了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见你 我想死 那就这样吧 就凑合 凑合来就行了 嗯 嗯 哦 亲爱的 嫁给我吧 去 这什么毛病这是 哦 亲爱的 嫁给我吧 讨厌 哦 亲爱的 你要死啊你这是 还听这句是吗 我这一趟一趟的 我这是遛狗呢在这儿啊 你不说让我演这 矜持一点的黄花大闺女吗 您这去去去去 这是个黄花大闺女啊 不是 黄花大闺女姑娘你得矜持 主要咱俩演什么 亲文礼啊 亲文礼啊 亲文礼您得伸手啊 是 你说伸手不就完了吗 不伸手我亲哪儿啊 行行行行 平板了 好嘛 赶紧来吧 好 伸手 哦 亲爱的 嫁给我吧 我够得着吗 你瞧她这个手这个色 好 这就是圣洁之吻 亲完以后两人就能订婚 然后进 什么意思 就亲一下 再来一下 这就订婚了 订婚了 不是 就亲一下 我这大美妞就嫁给你了 我觉得恶心 可不就亲一下 能亲几下啊 亲半个小时 亲半个小时 我爸中了毒 这一下就是圣洁之吻 亲多了不好看 这是礼节 只能亲一下 不同的人物关系 亲的地方不一样 比方说长辈见了晚辈 亲的是额头 就是脑门 比方说爸爸见了儿子 亲的是儿子的额头 爷儿俩一见面 哦 我的儿子 儿子 儿子